他们说,这个世代太自我 他们说,这个世代忘了沟通 他们说,这个世代没有人聆听 诚实面对自己,勇敢说出你的坚持 新世代新生,新世代新生 一新,听你述说你的新生 958,新世代新生 今天我们继续倾听在货柜运输行业的两位朋友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工作体会了 其他节目当中的是来自蔡兄弟运输私人线公司的经理Marcus蔡静心 还有Holio这个科技平台的产品设计师林琪琪 那两位呢在过去的几天呢和大家介绍了这个集装箱运输行业挑战还有工作的经验 今天问问两位,在了解这个行业之后呢 曾经让你看见或曾经发现过哪些让你觉得难忘的事情吗 就是那个F1的跑车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它是怎么进来到我们新加坡的 它怎么可能开车进来的吧 对啊,所以我常常就在想它到底是怎么运输过来的 对啊,这么多辆车子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他们也是坐着集装箱过来的 因为我们的那个集装箱有一个特别的,它是叫Hikyu,就是属于比较高一点的 然后它在里面它就可以放两个,一个上一个下 两个架子这样子,拖起那个车子 对对对,他们就可以把它放在里面,然后就运输过来 可能一个集装箱可能可以装四驾车吧 四驾车哦,那也蛮多的耶 如果你是四次车的话,或四十五车的话,对可以 是,所以其实我们新加坡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很多都是用集装箱运过来的 对,其实很多东西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想 诶,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但其实背后就是集装箱 没有什么秘密啊 对,没有秘密 就是集装箱运过来 那我想问问静心,这个集装箱分几种尺寸啊 通常来说的话 一般有二十车,四十车,还有四十五车,这三种类型的 还有冰厨的,就是refer container 还有一般的就是general purpose,GP container 还有一些是flag rack跟open top 通常那些是在机器比较大型 才需要open top啦 open top还是flag rack container 这种就是没有盖的是吗 它有一个盖防部在上面 哦,防部而已啊 对,因为你的拖务太高了 它装完后,就是用那反部盖过 不过其实只要是你想要运输的话 我们就有那个container 我们就有那个集装箱给你运输 像你们运输公司的话 最怕在什么样子的container 装什么的container 最要小心的就是在冰厨 尤其是食物 装在冰厨那种refer container 往往是接从码头到顾客的货舱 一定要停进它的那个loading bay 然后要插电 这个是很关键的 如果我们忘记插电 里面的食物 里面的货物就会融化 坏掉 它就是要冷藏保鲜嘛 那你没有冷藏好的话 电力失去了 那东西就可能会变质 当然所以你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比方说那container 在这个大卡车上面 被运着跑的时候 它就没有得插电嘛 对不对 它可以耐多久 一般是四个小时 对 据我了解是四个小时 就是在码头 那个集装箱还是有插电的 直到我们司机去到码头 取出来就是从码头到顾客的那段路上 才没有插电 所以到时候就马上要去找那个店员了 对 关键就是要找到 要去到货舱找到那个负责人 问他要停哪一个位置 然后记得要插电 插电了 也要确保他的摩托有在跑 确保那个摩托有运作 然后我们司机才能离开 有没有发生这种意外 有听过 有很多故事 那真的就是一整个container的那种食品货物 对 这就报废了 不能用了 价值不废吧 对 那你还没有听过什么 就是离奇的故事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就是 会有一些危险的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什么东西都是用集装箱来运输嘛 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就可能算是危险物品的运输呢 像什么化学药品之类的 你们需要有特别的执照吗 对 要不然你在那些化学物品 司机们都需要那个我们所谓的HASMAT 这个是规定的 每一两年要去上课一次 所以其实这些工作人员 从业人员 有很多的准证啦 证照啦 要去考取对吗 对 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工作 嗯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 其实就跟一般职业就一样了 就是假如说如果你想要做会计师 你也必须有会计师的那个准照 嗯 如果你要做一个司机 当然你也必须要有司机的准照 嗯 所以你要 当你要踏入这些行业 其实就只是一个一部分 就是 it's just a requirement 对 它也不是说很难去考 就是 就很像是当中每一个 每一个工作的 必须要有的 的一个准照吧 就是定时的要去 嗯 维持啦 这个准照啦 考取更新那个证件 对更新 好 958 新世代新生 聆听你的故事 彼此接力